面包要退貨 店員也已經答應了 但這個女子卻突然去失控 拿起酒瓶就往店員頭上砸 這個女店員被打傷頭部 手也受傷了 監視器拍下站在櫃台的女子 才剛把退貨的面包放在桌上 下一秒鐘彎下腰 把本來要買的啤酒拿起來 往店員頭部 直接重重砸了下去 店員是表示他沒有激怒對方 那一切狀況都很平和 那嫌犯就突然就朝他砸向頭部 沒有任何原因 這個過程才短短的三秒鐘 女子拿起酒瓶 直接往店員丟過去 不只被砸的店員捂著頭部逃走 旁邊的店員也被眼前這一幕嚇壞 受傷的女店員捂著傷口 走到大馬路上等待救護車 警方趕到現場處理 而砸酒瓶的女子情緒還很激動 但是對於犯案動機 卻是什麼都不說 為什麼要動不打這個 他是不是要惹 為什麼要你生氣 最後證明女子被一傷害罪移送 目前警方了解 女子到賣場買啤酒麵包 沒有原因突然要退貨 不排除有可能是因為情緒失控 隨機傷人 詳細的犯案動機 還在深入了解當中 記者劉一鈞劉俊男新北市報導 膩鼓 感谢观看